泰国移民总局召开记者会 宣布破获多起国际犯罪案件 其中有四名台湾诈骗嫌犯 因为火通其他嫌犯 在柬埔寨社诈骗机房 从柬埔寨逃到泰国被逮捕 四名台湾诈骗宣布 另外同伙犯案的十三人 在柬埔寨被逮捕 有四人则在马来西亚落网 台湾和泰国去年一月 签订台泰共同打击犯罪协议后 双方合作弃捕并遣返 多名台湾通缉犯 这次四名嫌犯包括三男一女 其中一名仅未满十八岁 而泰国警方逮捕的四嫌 已遭台中地检署通缉 预计在三十一号遣返 回台湾接受法律制裁 三十一号遣返